我是谭江龙民国109年4月29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沈云冲的时间长时间其实老朋友沈云冲的为大家做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导读然后解读这是最重要的 好那过去沈云冲的总是会在会在星期三我们我们两个人就是一直保持着这种的约会的频率 那两个人感情的也一直都如焦似漆这么多年了都都没有任何的任何的褪色但是因为防疫的关系了那沈云冲这个人平常的接触史呢比较复杂他这个人是没有什么社交距离的 所以基于防疫的考量了就跟姚舜一样就暂时的被隔离了好那隔离的情况下边但是还是还是希望的他能够提供的提供 服务所以我们用电话连线的方式来礼拜三的时间在我们线上的老朋友沈云冲 谁跟你隔离啊你你没有吗谁跟你复杂我单纯的很 急着要每天都用酒精消毒 现在现在现在一定要一定要把消消毒水打到身体里面才能够才能够把新冠病毒治好 对就是真的是如果这真的是盘尼西林上个世纪盘尼西林是最伟大的发现 盘尼西林以来最最伟大的医学发现了就直接把把消毒剂打到身体里面就可以消毒消毒病毒 好当然这个是这是川普的笑话了不过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那沈云冲呢为大家做的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跟导度来从哪里开始 我们最近如果大家看国外的媒体啊 尤其是财经媒体大概就会很明显的看到大家 稍微不是那么担心疫情了 就没有错疫情都还在持续中很多人都还在被隔离中 可是呢赚钱还是必要的 还是要为疫情渐渐趋缓之后做好准备跟布局 所以大概你可以看金融市场上大家几乎都在看 如果疫情过去 请问接下来应该押注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去想象接下来的未来 那当然话题很多 我们今天看时间 大概几个领域是我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也比较密切相关的 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高科技 再来是电动车 我们看看时间可以谈多少 石油高科技电动车 现在大概我看起来讨论很热门的 几乎是这几个项目蛮多的 尤其是石油 石油你上次那个负油价 你应该赚蛮多的吧 负油价还好 负油价应该说没有怎么亏到 但是就是说我比较担心的是 那你家里面的那些油怎么办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顶多存在浴缸 像你那种很多的小岛 就可以放在小岛上 我知道你主油槽还蛮多的 可是也几乎都装满了 因为油真的太便宜了 那油价到负的就是说 只要你要它还帮你送运费的意思 我想关于负油价 那过去真的时间你应该也谈蛮多的 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有蛮多故事 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揭露 就像当年的2008金融风暴一样 很多大卖空的故事也是事后 我们才慢慢看得更清楚 那我觉得油价这件事情 目前稍安勿躁 那但是呢 当然好消息是现在油价很低嘛 我早上才去打 才去加油 95才17块6 其实真的是 好像我买车以来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对不对 连酒吧都不到20块了 对啊 所以这当然是好消息了 不过你如果问我 如果是投资市场上 油价已经来到负的 可是我认为这是货不是负 怎么说 因为要知道 没有错 逻辑上来说 逻辑上来说 这个我们经济听到理论上 为什么油可以到负油价时代 是因为油跟其他的商品不一样 那有比其他的商品 如果过度量产 那厂商就停止生产就好了 对 然后如果这个存货过多 就暂时停止轻货就好了 但油价不行 因为石油它必须持续的开采 因为一旦停止 你再重新再开始 那个代价非常的高 你换句话说 只要是一口的油井 它就是不停冒 不停冒油出来的就是 对 你就必须持续的开采 持续的开采 然后呢 你又不像牛奶生产过剩 那就只好倒掉 石油你不可以随便倒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理论上逻辑上如此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其他市场上 真正交割的 现金都是现金交割 很少有现货交割的 其实都是大家预期 比方说这次主要是 五月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期货 变成负的嘛 但大部分 其实谁 谁能够真的去 找这么多的油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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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是负面 一定是现金交割的 那 但这一来的 的效果就会造成 我们都知道 包括美国很多 业人的公司 出现财务上的困难 很多石油公司 看起来都会出状况 那这一来 其实我们现在 当然可以享受到 低油价的好处 可是要知道 一旦一旦 攻击出现断裂 攻击出现被破坏 那将来当疫情 慢慢的趋缓的时候 它如果没有办法 有效的跟上 那么油价 石油的供给 它是不是会 会出现某种的 必须赶上的落差 所以这一来 其实未来的油价 以及未来被牵动的物价 其实都是潜在的引油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这一波 其实很多分析师 也都在关注 请问 接下来如果疫情过去 需求回来 那我们的石油 我们的油价 会怎么的变化 它会怎么样去改变 我们种地的经济 那这个我想就是 像你这样聪明的人 现在都在想的事情 好 那可是问题 现在疫情还在 还在持续当中 那这种油的 油的过量的情况 当然因为之前讲的 负油价 是这五月的 五月的期货的部分 六月期货看起来 虽然低 但是还没有太离谱 不过如果这样的 持续下去 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疫情 有退烧的迹象 所以现在其实 你如果是 华尔街的分析师 你大概同时 要去想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你要开始 一直去找很多的专家 流行病学的专家 公共卫生的专家 听听不同的专家 他们怎么评估 这一波的疫情 因为现在大家 其实都在 都在抓时间 这到底 持续三个月呢 持续六个月呢 还是要像 比尔盖茨说的 恐怕要到 2021年下半年 疫苗才可能 生产出来 那大家才能够 真正的松一口气 那时间点 到底会落在哪里 其实这个是 现在华尔街分析师 一直都在找的答案 第二个呢 大家都在问 请问 什么叫做危机入市 危机布局 我现在应该布局 什么的东西 相对来说 我的资产组合 要怎么去分配 才是比较 进口供退合手的 所以油价是一个 石油是一个 大家一定要去想的事情 因为它迁动的层面 实在太广了 再来就是高科技 其实现在讲到 高科技股啊 因为尤其是 几个尖牙股 我想你都是 他们的大股东 所以你应该很了解 现在都是 满手现金的 所以他们其实跟 其他一般的产业 面临这一波的 冲击 所处的位置 其实是非常不像 不一样的 所以其他的公司 是真的有可能 面临生殖存亡的 例如像航空公司 我们知道如果 它短期内 当然现在政府 一定会救的了 现在这些行业 其实也是到了 不能到 如果真的在这一波 全部都倒下的话 请问将来疫情 慢慢的呼吸 请问飞机 要搭哪一架 所以 这几个大的高科技股 现在满手了现金 所以你不用担心 它疫情撑不过去 然后最后倒闭 但相反的 你可以预期 满手现金的他们 现在第一个 一定会称便宜 然后 打局进攻 再来第二个 这一波的疫情 这些对网络 相关的产业 是相对有利的 印象做电子商务的 你可以想象 想要在家看影片的 其实像这一些概念 其实在家 玩social media 跟其他朋友联络的 所以这几家 你看我们目前看起来 包括Facebook 虽然有这么大的冲击 可是跌幅就 大概20%以内 Amazon Amazon一度也是跌的 可是你看 过去这段时间 表现又不错 又反弹回来 Google也是 其实跌幅也都是 大概20%左右 你可以看得出 你看像Google 上一次的金融风暴 它一下子 是可以腰斩的 跌了百分之五十几 所以换言之 你看这一波的跌幅 大家悲观就悲观 大家对于 整个业绩的受创 是很担心 没错 可是 对于像金牙股 跟几个大型的 科技概念股 并没有太大 但有相反的 还是在积极的布局当中 你从他们股价变化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现在的 当然因为疫情还在 还在持续 那你当抓现金 现在手上有现金的 当然相对来讲 是有利的多 可是 可是现在的 现在大家就对于 对疫情的后续 有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这些的 尖牙股 这些尖牙股 毕竟它是 它基本上 其实它手上有现金 可是它还是面临到 严重的消费市场的 萎缩的问题 不然网络的部分 是OK 网络的部分 就像任天堂的 业绩大成长一样 你就知道网络 Game 这些或者说是网购 这些是OK的 不过只要是硬体的 硬体的制造 制造商 大概都会受影响吧 没错 没错 所以那个差别 就会在于 他们受影响的 程度的高低 以及当 大家开始 结束lockdown 开始出门消费 开始恢复 买想要买的东西 做该要有的 消费的时候 请问这些业者 有没有准备好 等在那里捞钱 所以就有几个事件 或者时间点 现在大家都来关注的 当时说 你所投资的Apple Apple最近推出 S1 其实反应不错的 因为 很便宜 相对来说 对于想要换手机的人 来说门槛不是那么高 不过这还不是 真正的决战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决战点 在于他预计9月要推出的5G iPhone 所以这个时间点 对Apple来说 它会不会延期 目前我们并不知道 如果延期 会延到什么时候 如果不延期 那市场的反应会如何 现在其实是 大家都在分析的 我也没有答案 再来是 但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大家可以参考的点 如果是对照 疫情的发展的变化的话 再来第二个 像Google Google没有说 就像你讲的 其实这一波衰退 Google受伤感很严重 因为要知道 Google的广告收入 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一波下来 很多的企业广告都收手 你看我们台湾的 很多的媒体 也都一样 我看过去 还有一个杂志 可能还有二三十页广告 我最近翻一份杂志 大概只剩下 十页不到的广告 所以其实状况 是非常不好的 尤其要知道 相较于十年前的金融风暴 这一波对Google来说 形势是更加的严峻的 因为我们如果回到2008年 全球的线上广告 大概占总体广告支出的 大概只有15% 我们回想那个时候 那时候网络 开始有人在做 但是还没有到 霸举投入的程度 可是今天 今天全球广告支出当中 有一半就是都 丢在online上面 相反的实体媒体 能够分到的 已经比过去大不如前 所以对Google来说 当然更是 它跟Facebook两价 就吃了80%的市场 所以这一来 这一波冲击 它当然比别人 都冲起来的大 所以今年很可能会出现 它史上出现的 年度业绩衰退 你说Google 在这波发生之前 美国景气很好 还记不记得 然后就业市场也很好 当然在上个月 上个月 3月1号以前 那时候美股都还准备 要破3万点了 对呀 对呀 所以我们现在 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对也才不过 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3月1号 美国 美国才出现了 第二个病例而已 对呀 对呀 所以你看Google去年 一口气增聘了多少人 增聘了2万人 一家公司在一年之内 增加了2万人 那本来预计 今年还要再增加人手 可是 现在我们知道 都暂时冻结了 暂时冻结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 对Google来说 目前遇到的这个形势 但是大家注意 目前的形势是如此 大家都很悲观 没错 但不代表 它接下来的下半年 到明年 还是会这个样子 因为中间还牵涉到 疫情的变化 以及接下来 因为所有的企业 都不会束手待毙的 所以接下来 我认为 你看美国现在 已经很多人受不了了 其实是急着想要上街 急着想要出来 大展寻找 大吃大喝 大买一番的 所以一旦这个lockdown 大家觉得可以解除了 可以出来之后 其实厂商当然要开始 想办法宣传 这个集结自己的力量 所以网络广告 它一定会回来 所以现在要不要趁低 或者趁这个时候 来布Google的局呢 对你来说 当然是在自然 不够的世界 你说布Google局 是什么意思 是买Google的股票 我开始想说 Google接下来会干嘛 我要不要现在 多买一个 它的股票放着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到 讲到苹果 这个是我好奇的 比如说苹果现在推它的SE 那好像台币 大概一万四五左右 就可以买得到吧 差不多四百块美金吧 对它是四百块美金 对吧 差不多一万 大概一万四左右 差不多 好那如果这样的价格 就是说你看到 你看到很多的 过去的标榜 比较高单价的 走精品路线的产品 当它开始推出 低阶的产品的时候 它可能都要提防 一个所谓的价格破坏 就是自己的价格破坏 或者说自己的 自己的就是说呢 产品的定位 松动破坏的效果 就是本来大家都认为说 OK我只要 因为那个是一个 一个期望值嘛 你买苹果 你大概就知道 每个人知道 知道苹果的价格 大概你起码 起码大概也都 也都在现在 大概都在五 都在两万七八左右 那比较顶规一点的 大概都要到四万多 那所以它 它有它的一个市场的 价值认定在那地方 可是当你现在 推出来的机种 跟一般的品牌的 这种的所谓的 中阶产品 已经差不多了 那 这个对苹果来讲 理论上来讲 当你推这种 低阶产品显示 应该显示 就是说 它的市场的饱和 因此它开始 要去吃一些 中低阶的市场 对于这家公司来讲 这个要当作 利多去看待吗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以这一波的 我刚刚那样子 解读有问题吗 这是一个角度之一 如果如果你从 优势的角度来看 Apple以这一次的 SE 第一个 它本来就 SE就是它的 中低价的 路线的产品 它其实也想吃 那就是借由 这样的产品 来跟它的 高价产品 来给它拉开 这是它一个策略 就是它还是 就是要有一支 一支军队来 跟你这些 中低价的品牌 来对打的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这一次还有 还有一个 额外的诉求 就是呢 它还是保留了 那个iPhone 8的 那个按键 OK 那个中央控制钮 因为它后来 推出来 都整一全荧幕了 全荧幕的 对年轻人来说 觉得很酷很炫 荧幕也变大了 可是呢 对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来说 还是不习惯的 因为 怎么开启 要按哪里 还是习惯要有一个中控键 而且呢 而且后来我们都知道 越粗越大 都五天五寸以上 可是它回到这一款 跟iPhone 8一样 4.7寸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比较handy 比较握得舒服的 所以对于比较 还是喜欢 小版本一点的 iPhone的使用者来说 这支手机 还是有它诉求的优势的 不过 你刚才分析是对的 因为 这其实并不是 Apple主打跟主要诉求的 它其实真正的重要的战场 还是在于未来的5G iPhone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 未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才可以拉得更开的产品 5G如果说在今年下半年上市 你会想换机吗 我觉得要看适用的经验如何 当然我通常你知道 我都是落后的 我不会第一时间就去买的 我一定是等像你这种人 用来用 用来觉得怎么样 中听西听 你如果觉得值得 觉得好用 旁边人也在告诉我好用 那我也许才会考虑 好 因为5G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基地台的部件的问题 现在一般不是 不是大家都觉得 基地台其实很 还很不够吗 我看到的就是说 网络上面很多的 5G经验的分享 大概都还是局限在 定点特定的区域 它没有办法像是4G一样 覆盖的这么好啊 是啊 现在5G就跟我们当时 3G刚开始的时候 情况一样 就是还是有基地台 在很多的地方 目前建设不足的情况 而且现在看起来 阻力还蛮多的 除了你的好朋友 川普老是要阻挡之外 其实像欧洲啊 你看这波疫情 居然还有人觉得 这个疫情不是什么武汉肺炎 这波疫情是5G肺炎 是因为5G基地台界 盖起来之后 所发出的频率 所发出的辐射波 伤害到人体的肺 所以才会造成 这么严重的流行病 这真的很特别的观点 所以现在在欧洲啊 有些城市的 5G的建设 跟它基地台啊 到处都被人家破坏 找他们算账 都是你们这些 科技恶魔 害得我们全世界 现在面临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将来这个疫情慢慢过去 其实5G 我相信这种谣言 将来会慢慢的不公自破 可是它毫无疑问 会形成某种无形的阻力 那你说接下来的5G手机 能够卖到什么程度 就跟这个息息相关了 好这当然5G上市 这么慢慢看来 因为第一代的手机 才刚要上来 虽然华为已经在去年 就已经就已经推5G了 那那今年的陆陆续续呢 就是说 即使在疫情期间 那5G是最近很多的 很多的资讯产业的订单 跟它的一个成长率 仍然维持正成长的 关键的原因 大概都是到了一个 大的换代的时候 到这上来之后呢 在在说把大的体验 数量够的时候 那有关于5G的 所触发出来的商机呢 才会真正的 真正的让大家感觉到 好在我们线上的沈云聪 那礼拜三的时间 请沈云聪为大家做 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 跟道读 我可以感觉出来 沈云聪透过电话 就不太会讲话 透过电话之后 沈云聪就没有那种的 行云流水 没有在现场呢 跟我四目相对的时候 那种所激发出来的激情 好但是没关系 进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沈云聪来 我们关注一下呢 全球呢电动车的市场 那电动摩托车 对 因为这个 这个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油价低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对于所有的 节能产业来讲 应该是个伤害啊 进广告回头了 阿飞的莫飞的早餐 我是谭家楼 明会拜09年4月29号 星期三 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那我们要关注一下 好 我刚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从节能产业的角度来讲 油价低到这种空前低 低到呢 沈云聪都会觉得 都会觉得自从呢 买车以来 当然他养的十几辆车 自从买车以来呢 油价没有这么低过 那 他的节能产业来讲 应该 应该是个 是个打击 那包括呢 对于像是 不管是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电动车啊等等 应该是一个打击 在市场上面看得出来吗 其实市场现在 对油价所可能带来的 汽车产业的供需变化 还没有 根本扯不到 谈不到那个地方去 还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这一波的 这个 这个衰退 这一波的受创呢 跟过去的金融风暴 不一样 跟过去的景气循环 也不一样 因为过去呢 的确是会有 悄悄板的 因为 悄悄板性向的 因为举个例子来说 当油价过高 对吧 你当然不会啦 但觉得 想要轻打细算的消费者 就会开始 把它很好油的 大车给卖掉 换成小车开 那当越来越多人 换成小车开的时候 比较省油之后 油的需求 又没有那么大了 然后油价开始 慢慢下跌 油价慢慢下跌之后呢 大家开始觉得 那个我钱好像变多了 好像可以买一点大的车了 又开始买大车了 所以在过去的油价 跟汽车产业之间 的确存在着 这样的悄悄板关系 可是以这一次来说 你看为什么油价 一下子跌到这么凶 就是因为 大家完全停摆了状态 所以对石油 对汽油的需求 完全停摆了状态 所以 过去我们的确会分析 因为油价跟电动车 跟电动产业 也的确存在 这样的悄悄板关系 但是以这一波来说 目前为止 大家不太从认为 这个角度是重要的 一个是除了我刚刚讲的 这个敲烧板关系 不存在之外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电动车的概念 跟技术 看起来已经 确实存在可行了 确实存在可行 油价的攻击 真的出现破坏型的中断的话 油价有可能暴涨 回头暴涨的话 其实对于电动车的未来 还是乐观的 所以 电动车 我想大家谈的比较多了 我们现在谈一谈 电动摩托车 因为我们这是 比较早去关注到的 可是呢 你如果问我呢 我会觉得 在未来大概 三到五年之内 电动摩托车的成长速度 可能会远远高过电动 台湾很多 台湾现在电动摩托车 已经非常普遍 因为 我也看到 最近华尔街日报 有一篇 它是引述 印度新德里一个智库 叫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它的预估也是 它认为 未来十年 电动机车的成长 会非常非常的快 尤其是像中国 在印度 这样的低收入的国家 你说中国是不是低收入 给它保留一点 当然就是说 人口很多 然后大量需要 两轮的摩托车的 自动市场 原因很明显 首先第一个 现在一般的 在印度跟中国大陆 可以买到的电动摩托车 大概都在2000块美金以内 大概1600到2000美金左右 所以低价 低门槛 相较于特斯拉 你买的高档的特斯拉 那10台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对一般家庭来说 即便是一台 都是很大的负担 可是两门的摩托车 第一个 门槛真的非常的低 再来第二个 它当然也更方便 它当然也更方便 更重要的是 它也更环保 它也更环保 国际能源总署 其实就有研究 就发现了 就证实了 他们认为 未来因为电动摩托车 包括电池的技术等等 其实到了2030年 它会比电动车 汽车多好多 也剩下很多很多的能源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现在再加上 你看现在中国 印度 电动车的占比 都不是很高 目前在中国 大概电动车占比 不到5% 但两轮的电动摩托车 占比已经10%了 印度 据说一年 一年的市场规模 可以来到2000万台 2000万台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花点时间 关注一下 我觉得电动车 当然很好 而且我也觉得 会是这波疫情之后 非常重要的 兵家必胜之地 因为越多人 现在已经开过 也尝试过那个感觉 没有说 现在因为油价很低 很多人还舍不得 换他的车 反正负担不是那么大 但是随着接下来 油价 如果他慢慢的回来 然后更多人觉得 电动车的 驾驶的整个概念 都跟过去上的车 是很不一样的时候 他当然 我认为他会受到 更多消费者的喜欢 对啊 那电动摩托车 跟电动车 还是有点不同 就是电动摩托车 他比较没有 涉及到充电的问题 你如果买的 买一辆 买一辆电动车 那你很快就要考虑到 就是说你家里面 有没有建设好充电设备 那你的 你的居住的地方 你的停车场 能不能够架设充电设备 这个其实 不见得很容易克服 特别是对于旧的建筑物 那你在外头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也很难说 我开一段时间 在办公室里面呢 就可以呢 找到充电 可以呢 接充电线的地方 有充电设备的地方 这个其实都会有一点 有点难度 那电动摩托车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电动摩托车现在 现在可以让你 换电瓶的据点 已经很多了 所以你在抽换上面来讲 要容易的 容易很多 就是比较 不会造成你在 在住家跟办公室 没有电怎么办的 那种的困扰 因为你只要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每天固定 在一个地方换电瓶 大概都没有问题 所以电动车呢 反而在充电上面来讲呢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 难度比较高的问题 不过我只是在讲 就是说 你觉得油价 会有反弹的可能吗 有啊 当然有 当然有 而且我觉得 可能最快下半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油价的反弹了 那所谓的反弹 是有怎么样反弹 因为现在 国际油价的市场的混战 它当然可能 短时间之内 它可能会造成 当然 业员油 业员油业者 一定会受受重伤 这不用讲 但是所谓的 所谓的反弹 是一种怎么样的反弹 现在就是 但是把两面认 就是没有人知道 就接下来 当疫情渐渐的趋缓 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从乐观的角度看 疫情趋缓之后 老百姓开始花钱 然后整个政府的货币攻击 也能够获得有效的控制 不会出现太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当然就整个经济 会朝好的方向去 那当然消费就会增加 石油的需求会增加 那我估计石油的价格 当然也会跟着高起来 但是呢 如果将来的疫情 就算趋缓 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敢消费 还是不太敢出门 因为还是很多人 在这一波失去了工作之后 短期内还是找不到 新的工作的情况下 那消费景气好不起来 那需求当然也好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油价有多大的伤害 空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 这是给大家去做沙凡推演的两个方向 所以现在分析师其实是在 一直矫情脑子都在找了答案 就说请问我们现在后疫情时代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 我们将来如果渐渐的走速到之后 会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回到去年12月的状态呢 还是我们过去这个状态再也回不来了 直到疫苗出现之前 我们都还是要保持某种的社交距离 也因为保持这样某种社交距离 我们的整个经济活动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打折 而且打折可能状况还蛮大的 那很多企业还是回不来 很多人的工作还是回不来 那其实整个消费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对了 当然这波的疫情还在持续的扩散当中 大家只是我们现在如果 如果你有一种疫情已经缓和的感觉 那是一种幻觉 那种幻觉纯粹只是因为疫情的新闻 你看麻痹了 没错 然后对于疫情的扩散这件事情 因为被闷太久了 你有一点对抗的心理 你有点不太想理他 那觉得好像 好像既然我已经两个月都没事 好像就没事了 但是他不是这个样子 最近比尔盖茨在经济学院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其实就是说 他认为如果未来的人要写这一段历史的话 他觉得我们目前为止只发展到三分之一而已 对啊 我也同意 还有更大的发展 对那因为现在全球的病例数 当今天我在和沈云聪 我们在连线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估计大概就是今天 全球的病例数破300万是确定的 那美国的病例数破100万是确定的 那大概美国的死亡人数会逼近了6万人 大概是确定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说 美国现在的疫情其实是杀不住车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要到拐点的味道 因为因为他的内部呢 内部的这种防疫动作相互取消 有的像纽约州啦 像是华盛顿州加州 这个做的比较落实 就他们他们对于就防疫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 比较采取严格的标准 可是中西部的很多的州呢 采取的是扯后腿的是对抗性的 所以在美国这个国家来讲 其实他是相互抵消的 这种的相互抵消 让他的防疫呢 有很多方面的可能做了跟白做一样 再来像印度 刚提到印度呢 可能一年呢 可以销个2000万辆的电动摩托车 好 这跟印度本身的发展特性有关 他基本上基础设施很差 然后急着要突破 但是看起来呢 一直都不得法 印度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病例数只有2万多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个数字 我真的觉得提醒大家 这个数字真的参考 尤其不能拿国跟国之间来做比较 因为完全不能比的 因为完全看不同国家的 例如他筛检的幅度 以及看他对于确诊以及死亡的定义 不会界定 这样子我们知道 有些国家他是举办死亡好了 你看英国我们就知道 他原来只有在医院死亡 他在算在内 是的 你在老人安养院死亡的 不算在里面 删减也是 有些国家大量的普筛 有些国家没有在普筛 所以到底实际上的确诊人数是多少 我觉得我们不能就一概的 像这个做个什么奥运金牌排阳榜这样子 来做排行 但我们其实比较重要 还是我觉得focus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家的状况就好 以美国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其实是些非常典型 现在也非常棘手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这样联邦体制的国家 像现在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统 其实大家都刷在蛋 不知道接下来 还是有什么完全措手不及的状况等在前面 好 因为美国的疫情 因为有这种叫大家把消毒水打到身体里面防疫的 然后叫大家去照很强的光 用紫外线搭造紫外线来杀菌的 有这样的总统你就知道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你应该以身试法 以身做实验 然后你告诉我们川普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可以做的事情 要不然就很有科学精神来试一下 可是你没有听到那天 那天在跟川普在对话的那个记者 就被川普骂得很惨 那个记者就是这样的口吻 那个记者就讲说 我们是来听你 对于这个国家的疫情 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做法跟政策 我们不是来听你讲谣言的 你才是负责任 然后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听到川普 川普那个讲话 你谁敢谁敢去跟他顶上川普说 I'm President You are fake news You are fake news You are fake news I know who you are 你干掉我真的是疯了 好吧 来记广告继续跟沈云聪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唐江龙 来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再来我们跟沈云聪聊一下 就是说 Zagber 他为什么要跟印度富豪联手 这是什么 为什么 过去这个礼拜 科技界另一个大新闻 就是Facebook 跟印度的大富豪 Mukesh Ambani 合手 他买下了 他底下的旧 旧platform 花了57亿美金 57亿美金 这个算是他目前维持 最大的海外投资 仅次于当年的WhatsApp之后 他为什么要进军印度 我觉得 第一个当然是 趁这个时机 他反正现在满手现金 我觉得印度 因为Zo 虽然是印度最大的电信业者之一 Reliance Industry旗下的公司 可是其实这家公司到目前为止 还非常的烧钱 所以非常缺现金 所以两家基本上一拍结合 那合了之后 要知道WhatsApp在印度 已经有四亿个users FB在印度有三亿个users 刚刚讲的 只有他集团里头 还有另外一个叫Infocom 也有三亿八千多万的users 所以也知道结合起来 他们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customer base 那他们接下来想做什么呢 当然现在很多的分析 可以做的已经太多了 除了传统的电信服务 讯息服务 现在一般估计 他们其实更想做的是 FV一直很想做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因为他原本FV自己单打独斗 他其实在印度提到很大的铁板 他过去他要推新的类似简讯 电信相关服务 一直被block 那他后来要推电子支付 现在也一直被打枪 但现在还在申请中 所以一直不是很顺 那他也希望 如果可以借由跟旧合作 一个印度在地的集团 来一起联手的话 这个机会就大一点 因为要是要在印度 这个十几亿人的市场 这个电子商务绝对也是兵家必争 那现在两大对手 一个是Amazon Amazon已经投入五十几亿了 另一个是Walmart Walmart在2018年花160亿美金 买下了Flipkart 大家记得 所以现在是这两大 FV一直很想从中花一杯羹 所以这一次跟旧的联手 我想很值得关注 因为我们台湾如果 接下来我们真的觉得 自己本土市场太小的话 又想往外扩张 我觉得不只是中国 不只是日本 不只是东南亚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印度 我觉得印度真的是 高度被台湾递估的一个国家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还准备 从印度要撤侨 所以我在这很担心 因为你对印度撤侨的规格标准 防疫的标准 一定要比从武汉撤侨更严格 因为武汉撤回来的都OK 那不管是在检疫各方面都OK 可是印度就不知道了 因为印度的筛减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他的他的疫情是极端的不可靠的 否则莫迪也不需要把整个印度都封起来 那因为他的他的筛 筛减了一天一天一天大概几百例而已 13亿多的人口 所以印度现在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对疫情要投资或者说呢 要想未来的光明面这是一回事啦 不过眼前对疫情的理解 我觉得有很多的声音真的太乐观了 那个距离要脱离疫情 那还远的很 完全同意 对除非 印度在内的这些新型国家 这个疫情 那还要捏一大把冷汗才对 对啦因为还没有疫苗 也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面 大家都还是要谨慎一些 即使是日本 日本 我一直讲日本他的筛减率非常低 东京一天呢只筛减四百个左右而已 那很多很多地方甚至连筛减都没有做 你看到他筛减出来的阳性率 阳性率呢这么高 他就在告诉你就说 他潜伏的疫情呢其实是很 大家都能够尽量盖牌就尽量盖牌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这种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呢 都是有高度风险的 好那礼拜三的时间 那现在只能够透过电话连线呢 跟沈云冲聊 感谢呢线上呢为大家做 做国际财经资讯整理跟导读的沈云冲 小马感谢 谢谢你不要再反应我 会会会 我一定会的 好 感谢来我们要进广告 回到新闻 回到新闻